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谁知道 今天半夜里 突然病情假中 呼吸困难 熊闷了 我 我感觉着 我获不到天命了 我给你录这段录音 爸想给你做最后的交代 一个是 床头柜里边有一张银行卡 明明是你身份证的最后留位说 那是爸里一得积蓄 你别往那去出来 算是爸最后给你一次钱 第二个 你回来了 爸万一挂了 你不要太悲伤 每个人终究会死 你不要打操打板 找几个秦蓬和我偷偷的叫我脉龙 爸自要求你 明年是晴明节 到爸爸份上 给爸爸捎几张汁 告诉我 你和孩子过得健康幸福就行了 爸爸在纠权之下 也能明母了 儿子 爸爱你 永别了 儿子 爸想你 儿子 我想一篇墙内媒体的文章 题目是 农村老家也开始扬了 我们能做什么 发布于12月30日 文章写道 城市所经历的缺药 同样也在广大乡镇地区上演 12月20日 57岁的温玲女士发烧了 就在前一天 她的儿子出门前说自己有些不舒服 一量体温于38摄氏度 儿子在县城工作 最近无论是县城还是村里 都有不少人出现了类似的症状 温玲去本村的卫生室 医生说没有药 到隔壁村的卫生室 才买到了一些退烧药 当时村医应该也痒了 因为她声音特别沙哑 温玲告诉墙内媒体 几日后 一家人也就差不多痊愈了 自始至终 他们都没有确认过 自己是否真的感染了新冠 不过 此前曾和他们一起吃饭的温玲的妹妹 于12月27日同样开始发烧 最近 在河南的乡村 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 事情的进展 似乎远比我们想象中快 不少身在大城市的年轻人发现 即使地方不同 他们都有家乡的亲戚 一度发烧 咳嗽 而城市所经历的缺药 同样也在广大乡镇地区上演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 医疗资源并不丰富的县城与农村 要如何应对新冠疫情的冲击 12月11日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 依托限于医供体提升农村地区 新冠肺炎医疗保障能力工作方案 要求以限于医供体为载体 提升县级医院重症救治能力 发挥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是健康监测作用 最大可能降低重症率 病亡率 当第一波疫情冲击来到乡镇地区 人们如何面对洋了这件事 没有药 只能停诊 河南中部某乡的村医报医生 告诉墙内媒体 前几天想来就诊的村民明显增多 但退烧药却没了库存 他只得停诊 现在好一点 又进到药了 来他这里看病的村民 基本都出现了喉咙肝疼 发高烧的情况 报医生会给他们开一些对症的药 也没什么别的好办法 对于年纪太小的孩子或高龄老人 他会直接建议家人带他们去县医院就医 另一位村医经医生则表示 大部分村民的首选还是去医院 所以来卫生所拿药的人并不多 并且 前段时间 他这里确实也来不及储备感冒药 在解除管控措施之前 基层村卫生师所不可出售一退两抗 退烧药 抗病毒药物 抗菌药物类药品 而短短半个月左右的时间 相关药物的需求量激增 进不到药 仅有的能进货的药 价格也高得不好卖 医院有给我们调配一些药品 但远远不够用 所以现在还是缺药 他也只好在缺药时停诊 坐在那肝瞪眼 没有要什么也干不成 就是半停业状态 出现症状的村民不少 许多人会来找他咨询 或者给他打电话问该吃什么药 经医生粗略估计 村里可能已经有六成的居民 疑似感染新冠病毒 好在 目前该村还没有人出现较为严重的病情 村民温玲表示 虽然都不想生病 但得了就吃药和休养 也没什么事 对于村医和村民而言 再去分辨是否感染新冠病毒 似乎已经失去了意义 康元也进不到货 对正下药就可以了 有需要就让他们去医院 当下 村里的街道显得有些冷清 杨乐的携着出不了门 没杨的不敢出门 在同县的另一个村 王家刚刚为小孙子 举办了一场百日宴 宴后 王伯和他的孙子就开始发烧 担心医院环境复杂 父亲王浩没有带孩子一起 而是自己跑到镇卫生院的儿科 通过口头描述孩子的症状 让医生开药 我说我爸也发烧了 求医生一块开了六片布洛芬 药现在不好买 能买到挺高兴的 应该够吃了 他还购买了两瓶止咳药 新农村合作医疗报销40%后 共计花费28元 现在更令他担心的是 住在隔壁的爷爷奶奶 他们有基础病 且疫苗没有打全 目前闭门不出 在一线城市工作的王浩堂妹 曾经在12月初打来电话 提醒他带爷爷奶奶 去打新冠疫苗 当时他跑了几趟 都没有给他们打成 出于各种原因折腾了几次 最后在系统里查到 爷爷打过两针灭活疫苗 奶奶打过一针线病毒疫苗 要打不同的加强针 可是当时卫生院 没有线病毒疫苗 只有灭活疫苗 而灭活疫苗是二人份的 没有可以一起打针的人 结果爷爷奶奶都没有打上加强针 最后我们想着算了 等村里通知 给老人统一接种疫苗再去 一直宅着 不现实 在上述乡村所属的和南省武阳县 诊所承担了 与村卫生室相似的职责 温玲的妹妹住在县城 她家路口的诊所 前段时间少见地排起了队 有时又关着门 门上贴着简单的告示 没有感冒药 卫卫是县城小学的一位老师 11月以来 县城先后经历了管控和解除管控 学校一直处于线上教学的状态 尽管老师们都居家办公 不怎么出门 还是会被外出上班的家人传染 卫卫正在经历病程 她的同事大部分也感染了 卫卫和同事们聊天 都觉得感染新冠不是什么大事 好了就行 但都有点怕二次感染 不确定那样会不会对健康有害 在疫情防控放开之前 卫卫就准备好了家庭药箱 这时生病就用上了 有同事没提前准备 就去诊所拿药 也都买到了一些 某日凌晨一点 有位同事觉得喘不上气 去急诊吸氧 吸过后就没事了 据这位同事说 深夜来急诊的患者有很多 想住但住不上院的也有 不过都能吸上氧气 卫卫也有同事去诊所打退烧针 但感觉价格有些不对劲 有的诊所一针20元 有的却要90元 有人去诊所拿的药里面 有2片安奶镜 百科知识显示 安奶镜一般不做首选用药 仅在无其他有效解热药可用的情况下 用于紧急退热 县城一家诊所的董医生 告诉墙内媒体 近期就诊人数明显增加 他们会统计 并向县医院上报发热患者的数据 具体数字不方便透露 诊所不会为患者提供抗原测试 一是不好买到 二是太贵 如果来一个人就要做一个抗原检测 人家也不愿意花这个钱 觉得不如用这个钱直接买药 这家诊所是中西药结合的 目前由于缺药 也只能够开出以中药为主的药方 常规的感冒药 退烧药 原来便宜大量的药物 现在也都涨价 上游药厂要涨价 我们也没办法 董医生遇到的患者 也有担忧自身或家人病情的 谁想生病啊 对这种情况 我们都会耐心地给他们解释 让他们不要担心 少数病人 若情况确实不乐观 董医生会帮助其转运至县医院 目前救护车是可以随叫随到的 针对缺药的问题 县政府显然也在想办法 会会收到学校转发的通知 称免费药品12月27日 开始向社会各界群众发放 地点为某某路 某某中心一楼 凭身份证领取 每人每字限量发放 有幼儿的家庭 此刻仍然悬着一颗心 半个多月以来 静静一家三口 没怎么出门 夫妻俩正在居家办公 还不到两岁的女儿 每天要爸爸抱着看窗外 嚷嚷着妈妈 口罩 找哥哥姐姐 爸爸 车车 想出去玩 孩子也习惯了 出门要戴口罩 长辈劝这对夫妻 心态放平 我单位同事两个孩子 一个四岁一个一岁 得了也没事 静静表示 很多人都说小孩康复比大人快 但我们在网上 刷到孩子高热惊觉的视频 还是有点害怕 因为长时间不出门 孩子现在变得更认生和敏感 夫妻俩明白 一直窝在家里不现实 他们也很无奈 虽然也许早晚都要中招 但能再拖一天是一天吧 基层的挑战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感染内科及肝病中心副主任 宜南感染病中心主任彭杰 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称 由于老人儿童多 医疗资源匮乏 科学治疗意识差等原因 农村地区抗疫可能会面临诸多挑战 以五阳县为例 该县于2018年脱贫摘帽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 其常住人口为44.71万人 80岁以上老人于1.6万 而该县规模最大的医院为二甲医院 拥有600余张床位 第二大的医院 仅拥有300余张床位 该县辖14个乡镇 除县政府所住五权镇外 共计有12个卫生院 每月拥有床位十几至几十张不等 像五阳县这样普通的县城 还有很多 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 截至2021年底 全国共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近98万个 其中乡镇卫生院3.5万个 村卫生室59.9万个 县城医院 乡镇卫生院 村卫生室所 共同构成了 为农村兜底的卫生保健网 多位专家指出 接下来 基层医生将面临大部分防疫压力 接诊绝大多数为轻症的患者 以避免对二级 三级医院造成冲击 12月16日 国务院印发 加强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和健康服务工作方案 为基层医疗 应对防疫压力 提供了指导 方案要求省内城市实力较强的 医院分区包片 与各县市对口帮扶 做好分级诊疗衔接 同时提出乡镇卫生院 应加快提升接诊能力 墙内媒体接触到的村医称 他们了解新冠病毒感染的典型症状 清楚在什么情况下 需要请患者转诊 转诊渠道较为畅通 但目前 村卫生是接诊最大的困难 还是缺药 对此 国内也已经开始加大药品产能 据公信部 部落分和对乙线 暗积分日产量1.9亿片 较月初增了超4倍 近期 有网友发现 国内各地多个乡镇 已开始为群众 尤其是老人免费发放退烧药 有网友呼吁 返乡者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同时 最好带一些药品和抗原试剂和回去 尽可能地帮到家乡的人们 互联网上关于洋乐的声音 大多来自年轻人 当与新冠病毒相关的科普知识 和城市新闻刷屏时 或许也该分出一点注意力 留给舆论照顾不到的一些地方 12月30日 农村农业部发布公告 向农村地区征集各地面临的问题 和疫情防控工作建议 那些极少得到关注的人们 有望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帮助 关于这个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请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再见 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